再過不久 汽車就能自動駕駛 不需要你來操作了 馬路上即將進入 無人駕駛的自動車時代 老外稱呼它是 autonomous vehicle 或是self driving car 都是無人駕駛車的意思 無人車如何上路呢 就像人類要透過眼睛和大腦 來確認行進方向 車子也有一套自己的輔助系統 首先是無人車的心臟 就是晶片啦 無人車有了生命後 還要裝上雷射雷達這顆眼睛 就能偵測路線 暢行無阻 接著就是車體四周的感應器 如果有毛小孩或是幼童 車子就會停下來 都會區域有台無人車 這好處就是免找停車位 它自己就會去趴車 可以安心玩樂 你需要的時候會來到你面前 自家車還是有可能受斗力 它最怕雨天下雪 感測雷達被遮蔽 車子就看不到路 因此遇到惡劣天氣 還是改為手動駕駛較安全